48岁的陈女士来到栏目组 希望解决她与公公婆婆之间的房产问题 有我们的这边面也不让我们买 然后她都买了 然后我说回去注意 还要供料房租 还要拿出这房租的一半给那个兄弟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然而问题的焦点似乎并不在房产 而在陈女士与安先生的婚姻上 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说 我这辈子可能都没提过什么要求 对 我您说这句话就是 我从来跟家了没提过什么要求 要怎么样 就是不做主 她要说就是像个男人 就是把这事都拿起来办 该怎么办怎么办 也没有这事我觉得 在过去的26年里 陈女士几乎都是一个人支撑着整个家庭 她想让丈夫帮她说句公道话 现在跟医生人没那么区别 大不了就明正言人也得医生过的 我这人我就受不了了 你是你 我是我 你不能都按照你的路线走 而丈夫安先生 夹在妻子和父母之间 也是进退两难 那您觉得您用这离婚这事 跟他说有用吗 我也没办法 我是哪时候我也说不了 完事了 你就爱打打打打的 这对纠结夫妻 到底谁能说服谁呢